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華創聯航A-House 我是主持人 Leo 上一期我和 Leslie 跟大家說了我們中山的幾個重要的東西 第一個就是2024年即將通車的心中通道 而現在我們就在我們心中通道中山馬安島的樂橋點這個位置 和大家看一個樓盤 就是我們萬科和森業集團所打造的什麼呢 我們的灣中新城 其實講到這個樓盤 大家有留意過馬安島的朋友 我們一直都有對這個樓盤有少許的理解 這個樓盤非常之大 除了我們現在可以介紹給大家部分的住宅性產品之外 未來還會有很多大量的寫字樓商業產品會陸續入市 對於這個樓盤大家會看到非常之大的沙盤 分了很多的板塊 到底它會怎樣可以更加好 通過影片可以呈現給大家 那麼今期我就會和我的partner Leslie 我們一內一外 和大家逐拍逐拍去做這個介紹 先不要說那麼多了 我們先和大家還原整個沙盤的現狀 好 各位觀眾 DEO面前站着的就是我们湾中新城的沙盘的摆放模特 我们看到整个产品线上可以说是非常之丰富 符合到人居企业相住一体所有类型的产品 是一个大型的综合捧目 目前整个project我们总件面超过150万块 是目前中山市最大最传的综合体 这个综合体我们会分为8个板块和大家逐一介绍 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展示的形式 大家可以在DEO面前更加详尽地了解到湾中新城的流盘 首先我们看到我们一个项目来说是通过我们的商业中族线 分为了左右的两部分 首先跟大家说一说就是我们的第一大板块 就是我们大家最需要了解的就是我们的住宅版图 住宅方面首先我们看到左手边分别是我们的一个全系的海景产品 包括我们第一部分的棺栏系 第二部分的厅图系 还有第三部分的这个翠湾系 目前入市的就是我们的棺栏和我们的厅图板块 首先在棺栏这个板块里我们首先要看看我们的方位先 通过我们的画面可以看到我们的正东向 就是望向我们的深圳 也是我们的深中通道连接点的位置 外面就是海运线来的了所以我们绝大部分的住宅都是拧向了东向才可以望海的 那由我们最靠近临海的这个棺栏系的产品 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就是我们最靠近海边的第四第五座 第四第五座是一个两梯两火的产品 分别有198平的产品以及227平的产品 做了两梯两火的设计 而我们首先加推的五号楼 在我们去年202年一开盘的当日已经全部受兴 当时的成交价钱是接近一千万的 整体的单价来说是要四万元一个平方 而接下来会在我们二三年加推的就是它隔离的这一座四座 四座是全新的 户型一模一样198和227 预计目前现在的备案价钱是有四万七千元的 可以说是整个目前中山马鞍岛之座 亦都是接近我们会见证着马鞍岛第一豪宅面世的阶段 即将为2023年跟大家见面了 而我们除了临海这两座豪宅之外 我们正如目前加推的产品就是我们的第十座 第十座我们是一个两梯六火的设计 分别是有我们一个89平的三房两厅两位 79平的三房两厅两位 大家没听错 79平的单位我们可以做到两位的设计 另外单边位我们做了两个四房的户型给大家 分别是118平方的东南向的户型 以及122平方的西南向的四房的产品 这个就是我们最靠近临海地皮的其中一块的住宅 而同期加推也有我们中部的地域 我们的厅图是 厅图的产品和我们一个观栏的产品很类似的 除了没有了两栋大面积的天日大平层之外 正如的户型非常之接近 分别是我们目前在透当中 在厅图的北方位的第一座和第二座 两者都是一个两梯六火的产品 分别是有我们一个东向的79平的三房两厅两位 西向的两间79平的产品三房两厅两位 以及我们一个东边方向的104的横厅 说到这个横厅的产品很多港澳的朋友非常之喜爱 也都是这个楼盘里面 目前来说我们看到卖得比较好的产品之一 做了一个横厅的设计 104平的东向的产品 另外就是我们一个西南向 118平的这个单位 也是整个项目来说 一个偏豪宅线刚改的一个产品 也是目前卖得比较好的一个产品 另外就是我们现在在座东东的第四座 接近一个售兴的状态 厅图的四座分别是一个 我们两天六伙的产品 有两间79平的三房两厅两位 以及两间最小 大家可以买到最小的户型 是一个70平的两房两厅的设计 另外我们两个单边位 分别是会有一个南北通的89方 的三房两厅两位 以及104方刚刚提及过我们横厅的户型 目前来说我们整个在售当中的一个 住宅体量的产品里面 我们的小户型的佔比是超过四成的 主要是布局在我们78平 以及我们的89平 亦都是我们整个产品线上的主力户型 另外在我们的住宅线上 还有我们目前还未加推的部分 就是我们最靠近内街的随弯 以及我们商业部分右手边的这一部分 我们的这个樽弯匯的产品 好了 第一部分先和大家说完 就是我们住宅板块的部分 大家听到一旦云按的确 我们有非常多的产品推荐给大家 那么不要紧 我们今期会带给大家全新的一个拍摄的手法 我们先将镜头 给我们现在在街外的工地小助手 我们Lexley和大家讲一讲 通过航拍展示我们具体的地块情况 各位观众 今次的画面展示 我和Lexley采取全新的方式 利用它在我们的消购中心的沙盘 和我们的工地现场的航拍 和大家清晰地展示 在航拍镜头面前的这个 就是属于我们的住宅板块 观栏地块 观栏目前 是采取我们的七栋高层标定作为设计 而现时已经兴建当中的分别有我们的 六座、七座 以及我们的四座、五座的大单位 五座作为我们开盘即售兴的这个高层大单位 现时大家可以见到 已经是进行封顶的情况 而后方的四座 是整个项目高层 目前唯一大家未来还可以买到的 两个大职单位 分别是198和227平方 而另外我们还可以见到 作为我们的细面积 79-122平方的单位 我们的六座和七座 它整体的这个主流体 亦都是兴建超过一半的情况 相信它封顶的时间 亦都会在不久 就进行的了 目前就是我们观栏的这个工地情况 观众朋友 现在就轮到我们住宅部分听途的区域 同样我们可以见到 听途规划由六栋的高层所组成 而现时在镜头前面 身处在后方的分别就是我们的一座和二座 而一座和二座 亦都是目前整个听途里面 攻其最快的座数 基本上已经是临近接近封顶的情况 而同时我们的四座以及五座 亦都是兴建超过我们的主流体的三分之一 再关心下我们目前上未开售的三座和六座 三座的地基部分已经是打了的 而六座方面 目前还没有我们整体的施工的情况 以下就是我们住宅版块听途的部分 各位观众 在靠近我们北面的三个住宅地块里面 最下一个就是属于我们的这个翠湾 大家也可以见到 翠湾目前来说 整体地块尚未动工 相信要等我们的这个官蓝 以及听途 它的销售周期 以及公期 再进一步的情况之下 我们的第三块的住宅版块 才会进行动工 以下就是我们的翠湾的实际情况 看完我们现场的情况 回看我们第二部分的位置 第二部分我们这一边 讲的是我们商业中族线的右手边 就是我们一个市民中心的位置 以及我们再见当中 我们这个中山纪念小学的这个分合 首先我们这边会提供给大家一个市民中心 其实它是一个小型的建筑物 配见也有我们一个巴士的公交首尾站 注意这里我们不是总站 我们所采用的是首尾站的一个特配 换言之居住在这里的朋友 在这里工作的朋友 平时这里大家用得最多的位置 另外在我们香山小学的旁边 也配见着有我们一个公立的幼儿园 在我们的住宅版图 我们这个津湾会的楼下 另外就是我们在左手边刚刚介绍过 我们住宅版图的位置 我们翠湾的楼下 亦都会配见有一个公立的幼儿园 给大家的 我们看到整个项目产品线上 一共是会带入两间幼儿园的 证明我们整体的规划体量 是非常之大 各位那句 交给我们现场记者 看看这两部分目前的情况 各位观众 其实除了在靠近北部 我们有三块的住宅版图之外 在位于我们的南部部份 其实亦都规划了我们的住宅地块 将规划兴建我们的真湾匯 大家可以透过航拍的镜头看到 面前的这一块土地 就是属于我们的这个真湾匯 作为后期的住宅产品 现时依然都是 处于我们整体的 这个荒地当中 等待我们后期的开发 而来到公共配套的部分 首先就是我们的市民中心 和我们的中山纪念学校 其实所处于的 这个土地板块 亦都是 临近我们真湾匯的旁边 而现时大家所见到的 依然都是空地 但未来建成之后 将会覆盖我们整个 片区的 这个小学的入读 而市民中心 同时搭配了 我们交通的首尾站 未来 搭乘我们的公共巴士 亦都可以在这个位置 往来我们马安到任何的地方 好了 镜头继续回到我这一边 刚刚和大家介绍过 我们整个产品 属于一个 体量超过155万科的 大型综合性产品 当然除了注册的一些area之外 少不免肯定会有大量的 商业的产品给大家 整个片区来说 才可以形成到 自工自给产生共融的一个状态 那我们的第三个板块 就是看到我们面前看到 宾海的这个双圈 右手边的这一部分 所以我们第一轮的一个商业板块 就是我们属于天制的一期以及二期 所有的产品 所采用的 就是一个大部分玻璃幕墙所设计的 接近我们深圳湾一号的产品 主要是作为一些 大型的招待会所 我们一些高端产品 高端精英人士所采用的 所采用的一些 天制大平层的产品 给大家 未来产品线上的面积 会比较大的 主力户型是做150层以上的天制大平层 那就是一样了 先看看现场目前这两块地的环境是怎样 而同样在商业的部分 整个湾中新城 设置了我们的天制一期和二期 将打造我们的天制大平层 正如在会所里面 Leo所介绍 未来这种类型的产品 亦都适合我们的企业主 打造作为我们的会所板块 看回现场的情况 我们会看到 航拍镜头现时展示的在泰拜的空地 未进行滑驱 但是大家要留意一下 在我们的右手边的位置 其实是规划了一条我们的市政公路 来区分开我们的天制板块 以及我们的崩海水街的位置 亦都有请我们的后期人员 来标注一下 我们这个天制一二期的用地板块 好了,各位朋友 回来跟大家讲讲 就是我们第四部分的这个商业 在我们中族的商业街的左手边 就是我们一个大型的商业项目 就是命名为我们的万科 深业的时代中心 ABC区 首先我们讲讲A区 A区由我们一个 五栋的商税 以及两栋的写字楼 组成 两栋写字楼已经名花有主了 分别 由我们中山的 投控集团 以及我们的中汇集团 两栋 是买了 作为我们的支持物业 临近我们的商业体 我们有五座的这个商税 是我们最后家推的产品 这种类型的商税 主要是用来做一些 私宴的高级会所 餐厅等等 而我们中间的板块 就是我们的B区 分别有三座 大型的一个公寓 提供给大家 同样地 公寓的产品 目前都是在售当中的 由于这个地理位置 非常优越 所以这里的公寓也是很多 希望未来 用于做Airbnb的产品 作为这些买家的主要想法 面前也有五座的商税 另外一部分 最靠近我们内街的位置 也是我们高端的 一些写字楼的产品 作为我们这个时代中心的一个市区 也是我们最后所加推的产品 这三个地块 是最接近我们商圈的 商业产品之一 一起跟Leo 再和Leslie 去看看现场的情况是如何 各位观众朋友 我们现在来看看 我们另外的商业部分版块 分别是我们的时代中心部分 时代中心其实规划了ABC 三个版块 而其中时代中心A 我们先来看看 时代中心A 底下的六座的商税 已经是兴建完毕 大家也可以看到 处于我们的封顶的情况 而后方 由我们的本地企业 中山投建集团 所买下来的 这个写字楼 亦都在兴建当中 时代中心A 其实的组成 仅仅只是由我们六座的商税 以及两座的高层 写字楼 所进行组成 而亦都可以见到 现时所有的工程 亦都在兴建当中 说完时代中心A的部分 就轮到我们的时代中心B 时代中心B 同样都是以五座的商税 以及三座的公寓 所进行组成 同样 底下五座的商税 现时 亦都达到 封顶的情况 而其中 我们的一二三座的 公寓 亦都在兴建当中 值得一提的是 我们的公寓的部分 目前亦都在兽当中 而处于这个黄金的地段 相信大家 亦都会对它 有不同的看法 好了 其实最后 时代中心C的部分 大家亦都可以见到 目前 依然都是处于 我们整体 未动工的状态 亦都会在不久的日程 去进行这个动工 好了 我们前四部分 说了 我们关于商业版块的产品 以及我们的住宅版图 第五部分开始 跟大家着重介绍 就是整个楼盘 中族线商业街的位置 这部分亦都很值得 这里跟大家详细 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介绍 其实我们通过沙盘 水晶体都可以见到 其实整个 我们的商业街 叫做万潮里 亦都是整个大型 我们这个综合项目的 中族线的产品 属于我们整个地块 正中间的三大地块 三大地块是全部 连接起身的 总的体量来说 就是一个3.5万方的体量 作为一个 奔水商业的 一个休闲的配同 这里我们通过设计上 主要可以看到两个重要的 一个亮点 第一个就是 其实它分了 东西的片区 东片区来说 做的是一个 超自然的 现代派的 一个设计 我们分为了 有很多 细细动的 商业 所打造的 就是一个现代化的 一个 彩光式的商业界 什么是彩光式商业界 我们以往 很多封闭式的商场 我们都是不见光的 现时 我们知道 很多开博商 开始做一些 街区形式的商业界 就类似我们珠海的 富华里 类似我们一个 深圳的 星球高高park 都是在做这种 类型的设计 将我们 正常的 自然采光 最大程度地 可以 给入边 行街的朋友 和商户 享受得到 亦都类似我们 珠海金湾的 华法商 华法商都 也是一模一样的 另外 靠近我们的 西面水业体 这一边 做的是一个 岭南风情的 水街 很多朋友知道 水为财 这里做的是一个 以水环腰的设计 将我们整个 西部片区的 商业体 以水系全部 连接起身 形成了东西 两部的片区 而整个水系 我们把近镜给大家 大家看到 目前水晶体上 只能看到 有一些 细小的流动 在地面之上 不然 我们看到 我们下沉式的 广场 是分了很多部分 我们整个 商业间的部分 分为了地上两层 地面 以及地下一层 而地下一层 我们是会将整个停车场 以及我们的商业 全部贯穿 主要是作为一些 未来提供给小朋友 玩乐的一些位置 包括室内的 弹弹床 的一些 综合体育商圈 包括 打街机 波波池 等等的位置 是在我们 富一楼的位置 包括 我们未来 引进的 大型的超市 超市 都是在我们 富一层的位置 而中族 线上的 这个街区 部分 流动 已经 起好了 包括 NEO现在身处在我们的商业中心的位置 未来其实都是我们商业体的一部分 这里 目前来说 可以通过步行的形式 做小小的介绍 这一刻 我们就不一定通过行法 就有请我们Leslie 步行的形式 来介绍一下 我们目前部分解决的情况 各位观众 其实在我们的 奔海水街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 现时 已经是兴建了 其中的一部分 并且 包括我们的销售中心 以及我们的湾中体验 其实全部都在这一边的板块 前方 现时我们看到的部分 未来 亦都会串行 重新的招商 形成我们的商业 BOX街区 当然 现时来说 大家透过我们的步行 可以看到的区域 依然都非常之少 所以同样 我们也透过行驳来 看看 究竟这个区域 现时的状况是如何的 各位观众朋友 除了我们走了一小段 我们现时 奔海水街 而兴建的部分之外 我们同样透过高空航拍来看一看 整个奔海水街 其实我们的佔地 3.5万平方 由我们的现代化BOX街区 以及我们的 岭南文化组成 当然 大家透过航拍的镜头 会看到 现时 处于我们的后方的 岭南水街 是尚未兴建的 未来 即将会 由我们标注的 这一段的红线 组成 我们的这个 一个大型的 占地水街 好了 我们的工地小记者 Lesslie 走完一圈 回来 再交回 我给大家介绍 第六部分 亦是我们通过画面 看到最震撼的 两支高塔 这里 也是我们 整个产品线上 最具有 讲法 和最具有 价值的一部分 就是我们命名为 未来 支门的 两个 超高层建筑 总高度有245米 分为左手边的A塔 和右手边的B塔 A塔部分 我们现在已经已知的 就是我们的周仔酒店 已经签了进驻协议 目前来说 在两栋的超高营 写字楼的楼下 就有一个9万平的 一个大型的 封闭式商场 就是我们的大型的 商场 这个商场区别于我们的街区上 非常之不同 街区方面 大家走 看 着重饮食 方便大家可以有行的时候 可以选择不同的 食品的产品 而我们封闭式商场里面 着重做的 就是一些高端线的 品牌 主要是做零售业为主 我们有超过70% 都是做零售的 而这里所打造的 就是目前中山市 规划当中 最高规格的 室内布行式商场 就是我们未来支门的 整个产品 而我们B塔 着重做的 就是我们一线 奔海的 大型写字楼 未来 提供给大家 选择 而这一部分 亦都是着重 我们整个 心中 我们这个 湾中申城 最具亮点 其中一部分 而目前 由中建四局 所打造的 这个成建的产品来说 它的进度 到哪里 这一部分交给 Lessie 航拍走起 各位观众 现在就来到 我们的第六部分 亦都是我认为 整个湾中申城 最重要的 业态部分 通过我们的 航拍机 我们可以见到 在奔海水街的正前方 有一块 我们长方形的土地 由我们的 绿地所组成 没错 这个位置 就是我们 最重要的 两座超高层 建立 总层高 245米 以及9万坪 见面的 商业中心所在地 大家会见到 目前 整个地块 尚未动工 会不会比较担心呢 其实不需要 因为之前 已经是中山政府 进行了 公开的招商投标 并且 这块土地 属于 我们的 F79地块 这个F79地块 也都明确要求 要兴建 我们不得于 240米的 超高层建筑 并且 要运营我们 五星级酒店 五星级以上的酒店 大家也都 透过刚才的 介绍 清楚了解 它已经招商了 我们的 周浅酒店 整个 我们的标段 其实完结的时间 会在我们的2027年 所以 相信在不久的时候 它也会进行动工 好 很多朋友 看到这里 就觉得 我们一些 设计的 一些圈掩图 看到我们 未来之门 这个中学商业体 好似我们香港 那边的位置 似中环和湾仔的位置 为什么呢 我们上一节介绍了 我们未来之门 是由两座 245米的天制线 和下面的 大型商圈 所组成的 而 和整个商场 无缝对接的位置 包括我们地面的通道 地下的停机场 可以直接贯穿 至我们一个 超过25万体量的 大型汇展中心 这里未来所提供给大家的汇展量 是每年超过100万人次的汇展量 我们看到 后面一个 飞翼的形式 就好像一个出海的 海钩形状的位置 就是我们湾中的汇展中心 虽然我们这个汇展中心的体量 比不上我们东面对面海 我们深圳前海保安的 中国目前最大体量的汇展中心 但是 这个汇展中心 可以提供给我们中山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招商引资的位置 作为我们湾中的马安岛地标来说 绝对在未来 是首屈一指的 其中一个两点 而连接着我们的汇展中心 有我们湾中的 很漂亮的风景线 叫我们湾中的 湾中的宾海公园 这个湾中的宾海公园 我们以往介绍南沙的时候 我们见过一条很漂亮的万里碧堤 而马安岛这边 都一样有的 这一部分作为我们每一个新区的发展上 我们可以见证着每个地方城市对于 环保对于绿化用地的提供 是非常之舍得 而我们的项目 就正正着 被这个湾海公园所包围着 包括我们正东向 连接着汇展近海的这一部分 有一个很长的万里碧道 而我们其实 住宅板块 包括我们的棺栏 厅图 和翠湾系的产品 旁边都有一条很长的棺栏公园 亦都是我们见到画面 右左边的这一部分 我们整个公园的沿岸 会从海边一直 向我们的内河道去连接 换言之 这个整个河岸的公园 会包含着我们整个产品线上 所有的系列 非常之美 通过航拍 都希望交给Leslie 看一看现场现在我们会展中心地块 以及我们公园地块的进度到哪里 一起去看一看 现在和大家展示的部分 属于我们的湾区会展中心 大家可以看到湾区会展中心 其实是临近我们的海岸线的部分 而整个我们的地下工程 已经是达到我们的正负零零的情况 相信地面的工程 也是马上会兴建的 并且大家要留意 在我们的湾区会展中心的正前方 还有一块大约是六万平方的陆地 这个位置将会兴建我们的湾中 滨海中心 相信 建成之后 亦都会成为我们海岸线 亮丽的一个风景线 好了 去到我们的最后一部分 讲到口数都讲了 第八部分 LIO非常推荐给大家 为什么我们强烈推荐这个楼盘 因为它所有的配套 硬件 软件 非常适合我们港澳朋友 常使用 就是我们第八部分的位置 在我们未来支门 和互电中心的 左手边 最靠临海出海口的位置 就是我们中山的新客运港码头 命名叫中山 港澳客运港码头 顾名思义 这个占地八万平的一个建筑物 未来会带给我们港澳朋友一个 非常之 有生机的一个连接点 为什么呢 我们通过政府的招邮公告 知道这个占地八万平的一个 出海口 除了是一个一共有五层楼高的建筑物 作为一个我们大型的 一个树楼客运中心之外 它所提供的 就是我们现在目前 基本上与港澳大湾 几大机场的首批连接线 包括我们对面 我们半个小时可以到达 我们的深圳国际机场 我们可以通过坐船 去到我们的香港 国际机场 澳门国际机场 以及 珠海 广州 和我们香港的港澳码头 那么这个码头 最快会在明年 2024年底 配合我们的深中通道贯穿 同步投入使用的 未来我们香港的朋友 可以在香港 只需要55分钟的时间 就可以搭船 回到我们湾中生成的这个地方 大家没有看错 我们整个 汇展中心 未来支门商业 和我们住宅的 包括商业版块的版图 是属于同一系列的产品 顾名思义 我们家里的楼下 就有艇舵 大家对比 深圳现在目前 太子湾周边 蛇口的房价 留意下 珠海现在 九州湾 九州港码头身边 一手楼的楼价 珠海这边 6万起 10万起 深圳更加恐怖 20万起 而现在 我们湾中生成 买多少钱 下一集 我们现在 我们整个客运港的楼下 除了 我们可以乘船之外 我们面前预留了一个非常大的空地 未来我们深圳市政府计划 每天会有超过400部的大型 shuttle bus 作为摆导车 往来我们的心中 换言之 我们家里楼下 就有未来往来 我们大阪区东部至西部 非常之密的班次 我们这种shuttle bus 是24小时运营的 就好像我们说的 珠澳大桥一样 每天400部 仅仅需要20分钟的时间 就可以从你家里留下 往来我们深圳的前海之谋区 我认为这个交通的优势 非常之突出 非常之明显 一起在这边 将镜头 给Lexy 做最后的介绍 我们一起去片 各位观众朋友 最下一部分 就是我们湾中生成 可以说 最重要的板块之一 就是我们的中山港 新客运码头 大家可以透过航拍镜头 看到 新中山港客运码头 现时 它的铝检大楼主体 已经是兴建完成 前方打造了 我们12个泊位 首批的船只 可以往来我们的深圳 香港澳门 以及珠海 同时大家需要注意的就是 在我们的左下方 现时的工地生活区 这个位置 其实也是未来 深中通道开通之后 我们首批的 shuttle bus 每天400部 巴士的 终点站 并且是24小时 这个地方可以说 是完全打通了我们的陆地 以及海上的交通 未来包括我们的香港的朋友 透过这两样的交通 亦都可以非常之方便 往返到我们的香港 好了 其实 透过我们 今次的沙盘 以及10地的航拍镜头 相信大家可以非常之全面了解到 整个湾中生成的规划 以及各地块的施工进度 相信看到这里 大家也都对他现时在售的示范单位 可以说是相当之感兴趣 立刻跟我和Neo 一起去了解一下 喂 Lesley 真的看到 你看到的是春顺 还是平安大厦 我看到的是我们的未来 可以看到大家正前方 也是我们东向的这个位置 就是刚才和大家介绍过的湾中新城 我们的旅检大楼 亦是新中山港码头 以及前方大家可以看到已经做好地基 并且透过刚才的航拍看到的 就是我们的汇展中心 和我们未来之门所处的位置 没错 其实我们现在身处的位置 是我们的二地样板间 亦都是我们总体量 3.5万平方 我们这个布红色街区 三楼的位置 基本上我们正东向 其实就是我们几个未来重要的地标 其实遥望我们一直见着的 就是我们已经贯通了的 深中通道 其实我们会在明年的年中 就已经全线贯通 而我们现在卖的注册产品 亦都是明年的年底正式收留 换言之 其实我们收留的时候 交付给大家使用的 有我们的客运港码头 有深中通道 也就是说 我们先有交通有路 再有我们的注册产品 然后第二期交付给大家 就是两旁的商业街区 以及前面的 具有历史意义的未来支门 其实刚才 大家亦都透过我们的 这个video 以及我们的上一集 充分的了解了 我们马安道的 这个地表成绩的项目 相信不少的朋友 对他有所了解 并且感兴趣 但实质上 对于我们真是 后想购买 我们的这个单位的情况 又是如何 我们还没介绍 是的 那我们这期先和大家 感受一下 产品线上的价值 其实我们第一个 参观的这个单位 就是属于 我们这次湾中 新城其中的 一个王牌户役 78平方的一个单位 我想问问你 对于78平方这个面积 你有什么先见的看法 我们先外省不说 先重观看我们的大湾 包括香港 78平方 给我的直观感受 包括给很多客户的直观感受 就是一个两房两厅一位的商品 是的 有什么特别呢 有什么特别呢 其实我们这次可以看到 万科 可以说是诚意满满 这次带给大家的78平方的单位 是什么呢 三房 两厅 两位 没错 78平方的三房两厅一位 有没有见过呢 有的 例如我们的卓永辉江与海 但是其实很实话地说 在我们目前市场上的主流产品 我们的核心地段 是很少见到这些配套号 而户型的实用率又高 比单位 到底是如何 眼见为实 立刻来看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进入了我们的单位之后 大门的标配就很熟悉了 智能门所加上我们的港化门 而另外 78平方配的圆关柜 小不小呢 其实很大 没错 大家感受一下 其实平时跟我们看开这一百二方的单位来说 圆关柜配备给你的整体的尺寸 是很丰富的 是 出门的镜柜 还有我喜欢的地方是什么呢 这个位置 特别我们平时穿皮鞋 有个这样的位置 出门换鞋 脱鞋 方便很多 而且坐在一个位置 半开放式的挂衣位 我们在经历过几年的疫症 我知道了 回家衣服要消毒 穿过的一些冷衣 或起来煎煎炸炸炸煮的衣 你没有地方放 所以正常来说 我们出门之后 有些风衣 雨衣 回家 可以第一时间挂在这里 做一些基础的消毒线 另外提供给大家 有四线大的一个 鞋柜柜和植物柜 包括有高身的镜柜给大家 大家在一个 七十八人的小家庭来说 绝对是非常之见识的 与之相连的位置 小警司现在身处 就是我们厨房的这个位置 厨房 我第一感受是什么 它会很明亮 没错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有两线 我们商开的名窗 保证我们整体的彩缸 还有麻雀虽小 五状俱全 L字型的户型 其实78平方 考虑就是未来 一些刚需上车的客户 主要是我们的两夫妻 以及我们的小朋友 其实可以很明显看到 厨房正常容纳两个人 是完全没问题的 并且配备的位置 大家也可以看到 也是现时我们较为新的 这些可拉伸的 升盘龙头 足够大 还有 在这里提提大家 有些开发商 为了做得好看 配一个我们商开的 这个升盘 但是大家都知道 大做商开升盘 没问题 但是小做商开升盘 反而没有这些单升盘 很小 因为平时我们要洗东西 放下去的时候 这一种 是真是好洗好用的 另外我们也看到 搭配我们的方太 我们的七榴烟机 我们的这个消毒碗柜 主食炉 和我们的消毒碗柜 这个消毒碗柜 现在 它不是属于一个交标 是一个展示的位置 但是到时 它会预好空位 以及预埋了管线 和商量水 为什么 你知道吗 因为其实消毒碗柜 讲真心的 是一个 旧有时代的 利用的产品 没错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自己平时常在家煮饭的 最痛苦不是煮饭的那一部分 而是洗碗的那一部分 而这个尺寸 更加适合大家 在现时构市市场上的一些 我们消毒洗碗一体的机器 放在这一边的位置 保证两夫妻都叫少点交 是 好了 那来看看 就是我们的厅堂的位置 其实我们78平的开积 去到一个3.35米的开间来说 真的不说可以了 没错 首先我们满了一个山口之家 最基础的 有一个适用的 厨房 很小 第二个 就是我们平时食物的位置 香港很多一艘楼宇 其实最尴尬的地方 它为了省了一些走廊的位置 当然它不会有圆关柜 但是 它的餐厅位置 就真的很窄 为什么呢 它希望厅厅长一点大一点 它是将入门的这一部分 全部拧在一起 但是内地的楼宇 就有这种硬性的需要 怎样都会剩下一幅L字墙 给你 去放回这个餐桌 没错 同时大家可以留意 这种相对较为美观的餐桌 其实很多正常家庭 不会放回这种 所以这一面的尺寸是绝对充足的 3米35的整体开架 是足够大家 甚至在我们的长生 做一组 我们的展示柜 放弃原本我们原有 在餐桌旁边做餐桌柜的设计 同样也是增加美观 和我们收纳的功能 好了 那先看看我们客厅的位置 其实 七日八平 我们理想的肯定是 入门的一个上车盘 上车价 就是世家庭所采用为主 基本上大家 都很少说会摆放那些 很大很隆重的梳化 没错 其实七日八平方的这个积职 我自己也很喜欢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是非常符合 包括我自己的年龄阶层 而曼科 在今次的产品定位上 是很明确的 因为关中新城大家看到 如此新穎并且大型的商业综合体 一定不是瞄准养老的这个版块 而包括未来我们在深圳工作的这班青壮年 其实对于这种设计 我觉得是完全足够用的 好洗好用 这一边就像这样 摆放一张沙发 甚至乎其实在我的年龄阶层 我自己现在都不喜欢这种尺寸的茶袋 换回一些可能造型 小一点 没错 给我够放个水杯 或者是放下我的手机 这一边 我直接做了整幅的投影像 挺正的 没错 跟你客厅与之相连的位置 就是我们一个很大的露台 其实 这个露台有一半的面积 是开发箱赠送到给大家 一半是拿钱买的 预留了我们外场式的一个储体 优势就是在我们有一个 摆放洗衣机的位置 有一个遮风挡雨的功能 我们设计一些 吊柜、底柜 就可以把我们 一部洗、一部空全部 嵌在这里 OK 而我们整个露台的 这个深度来说 有超过1米4 也就是说我们平时在这里 两宫婆家的小朋友 可以放一张小桌 可以在这里烧下野食 都没问题 当然 是无烟的 是的 好了 看完我们的公共部分 就是我们汇客的部分 很多朋友会觉得 78平方其实不算很小 削减了的这个面积 会不会在房间里呢 立刻看看 首先我们会看到 一条走廊 不窄 一条走廊一点都不窄 是的 跟我们以往看过 很多80多平的两宫来说 它有一条丰富的走廊 虽然你觉得它好像浪费了 但是这条走廊 你走起来一点都不会觉得 都是客战的 没错 因为其实对于我们去使用来说 这条走道 很多的朋友为什么说 喜欢我们的横厅呢 因为走道融合了厅 厅会更加大 但是同时来说 绝对没有十全十美的 书厅走廊的设计 是将我们的动静区 完美去区分开 因为你的客人 其实并非会走入你的房间的部分 而同时给我们自己的感官 进入到房间 好像也都轮到休息的时间 是的 来看看我们的客户的部分 也可以看到 标准的升盘的使用空间 和搭配我们现时的 这个美国魔音的升盘 亦都是采用之前我们盛赚过的设计 使用一些我们的 丝密的物件 也都不会塞住水龙头 包括大家也都可以看到 在我们的马桶的位置 放了一个防水的插槽 方便什么呢 就是大家都知道 现在现时买一些我们的电动刺板 加热功能 其实很便宜的 但是需要有我们的插槽位 这个插槽位 方便大家未来去构置这些 添加的产品 包括我们有这些可加热的 我们的肉筋的这些架 而再来看看里面的棋杆位置 行不行呢 我相信看开A-House的朋友 已经很熟悉我的身材了 200磅左右的尺寸 没问题的 正常使用 还有大家留意 它不是向外推 向内推 这种我们平面拉伸的话 不会阻拋 一点都不会阻拋 好那看看我们正式式房间的部分 首先来看看大小的客房 我们这个客房 其实很少有 我们很少看到开发商标了准确尺寸 这里我们做了一个塔塔米的设计 床的 床墊的尺寸是2.2m 就是说我们放在这里的床 是符合一个正常成年人需求的睡床 绝对不是细尺寸的展示 那这种房间 因为它有一部分的位置 是在窗台底 所以其实这个位置 是最适合做这个塔塔米 最不过的 OK 另外就是我们留了个空间给大家 可以选择去做一个书桌 或者是做一些高身的一个衣柜 在这里 而另外一面 对于我们现在新兴的三口之家 特别我们晚上经常打机 这个书房对于我们的余金年龄层来说 就非常之重要 同时多项的彩光 保证了这间房的光亮度 哪怕大家是不喜欢打机的朋友 就像他那样 做回一间studio 做回我们手工的一些设计 这间房绝对建设的 嗯哼 而最后来到主人房的位置 其实可以看到 主人房就是我们三房两厅两位的套间 来看看我们的这个套刺的设计 正方形三个功能分区分布在三角 这一种大家很熟悉的 最重要是看看size够不够用 没问题的 一样都是配备了插数位 给大家做后期加装的一些整体的部分 由于方便大家去看 大家会见到是没有安装任何的房门 同时也都会见到我们的这些防踢脚的位置 其实开门 依然都是没问题的 就算是我在这一边 用着的升盘的位 可能我的太太或者我小朋友在开门的时候 都不会撞到我的 也都证明 空间上是绝对没有任何的削减的 好了 我们正式是睡床的位置 大家可以看看个尺寸 我们用的是一个四尺床 1米半乘2米 预留给大家三边落床 再摆放衣柜都没问题的 首先我们看到78平的单位 做了三房两厅两次 两次市面上很少有 而且两个厕所都是一个size 很合格的厕所 绝对不是市面上偷工减料的那种小厕所 没错 另外就是我们看到 三个房间来说 除了有一个阳光房 用来做睡房 可能会小一点之外 两个房间 塔特米房 再加上主人房 都是可圈可电 绝对是 因为其实真是很抵赚的 大家去看看 78平方的单位 做三房两厅两位 不但空间是没有削减的 没错 大家去对比 例如一些市面上很多的 83平方 85平方 都是做三房两厅两位 你会发现 它的实用率 甚至乎没有余金 我和这里所身处的 78平方的单位 并且大家留意 主人房的单位 主人房的这个房间 以往我们都叫做做飘窗台 会不会是赠送给你 这样占多些位置 但是 其实 经常都弄巧成绝 因为 作为一个主人房来说 三边落床 我认为是对生活上的尊重 标配 没错 大家也可以看到 78平方 就像Kinder出奇弹 一次满足你一个愿望 这个78平方 满足你所有的愿望 对了 说我们78平方 卖什么价钱 价钱呢 第1集 第2集 都没有说 他说不说 不是我说不说 但是 大家一定要留意 一个好的楼盘 为什么我们会花长篇大论 去和大家深度去介绍呢 第3集 我们会和大家 去分享 现在它真是 最优惠的价钱 现时来说 听说还有一个 是很多香港朋友 喜欢的户型 没错 我们另外一个户型 就是一个 市面上 很多香港朋友 会特意去找的户型 就是一个横厅的设计 其实我们还有一些积数 因为我们现场的 展示空间有限 就表现不了给大家看 但是我们第3条 会和大家 认认真真坐下 谈谈户型 好 记住 继续收听 各位观众 刚才参观了78平方的 三房两厅两位之后 再大家来看一个 我们横厅 香港人非常喜欢的户型 99平方的四房 两厅两位 但是 认真看过前面片段的观众朋友 一定会发现 现在好像没有99平方的单位卖 没错了 因为现时再售 106平方的打环 106平方的单位 就是现在这一只户型的 big size加大版 所以我们先来看看户型的格局 进入单位 同样可以看到 右手边的就是 我们这个 通顶的 圆关柜 使用的size来说 是绝对足够的 这一点 其实我们真是想赞 因为为什么 大家会发现 现时 目前在售 除了两个大面积之外 大部分 采取了两梯六户的设计 两梯六户的设计 代表着 大家没办法在门口 去摆放一些鞋柜 所以入门之后 我们的储存 是否足够 这个变成一个 很重点的地方 现时它赠送的 通顶圆关柜 我认为绝对是 足够摆放 我们的家庭的鞋物 而另外的右手边 做了一个 一连串的飘箱台 有需要的朋友 其实在这一边 当然 示范单位为了美 做了展示柜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情况之下 做一些 我们比较实用少少的 储物柜 入门这个通顶 这个圆关位置 解决了很多家居收纳的问题 这个位置是非常之正的 其实这幅墙 到尽头的位置 有接近4米的空间 没错 大3米多 如果我们这边 可以做一些储物柜 的话 首先我们会跟 圆关柜很match 双对应 双对应 而且我们可以满足家庭 基本上 日常的一个收纳需求 说99坪 其实是一个三磅的户型 其实我们在用的 可能就是 最多4个人 或者5个人的东西 其实我们现在 我看看 这是一个4房的尺寸 对呀 4房的尺寸 基本上我们可以满足到 日常4-5口人的家庭 日常收纳 而且 仍然是南北通 没错 真正是正南北通 这个很棒的一件事是什么呢 以前我们有说过的 横厅 一定要配什么 大露台 大家会感觉到 餐台不是露台的 是飘窗台 但是你有没有看到 双呼应的就是 我们另外一边的位置 做了 我们的这个飘窗 亦都做了我们的名窗的设计 其实 一到我们的夏天的时候 或者是我们其余的季节 打开两面的窗 立即就有过堂峰了 而刚才我们在说的 绝对不是黑销 他有没有大露台呢 有 他将露台的部分 延伸到房间的位 我们稍后再来看看 而且我们看到 横厅 我们有很多国家的朋友喜欢 首先就是这个 这个户型的横厅 可以在最大的 这个彩光面 给到你外面更多的 阳光和空气 而且我们这种设计 可以增加整个家居的共用性 由我们的 厨房 餐厅 到我们的客厅 是一条动线的 基本上在任何一个地方 煮咖啡的人 煮饭的人 都可以和外面的 家人有一定的交流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99平的单位 做了一个L字形的 长型的厨房之余 预留给大家的空间 是可以给一个 超级King size的雪柜 基本上我们真的可以 满足大家庭的 这个使用需求 这个位置 很舒服 而且我们看到 所有单位从78平方的 户型开始 都是用两线大窗 作为我们这个厨房的配套 所以日常家居的彩光上 我认为非常优势 没错 其实同时我们都越来越理解 为什么这么多的朋友 出去横听 我们经常说提高家居 共用性 真的要你亲切感受 才能感受到 例如 好像我们平时 坐在那儿看电视 太太可能在煮食 或者在餐桌吃东西 我们是随时可以交流到 亦都可以聊到 而相对应 树厅来说 的确没有那么方便 所以咸与百彩 各有所爱 好了 亦都和大家揭晓一下 虽然Lesley 我认为你来说的事情很重要 我觉得这个弧形最值钱的 反而是一个露台 长露台我们见过很多 但是一般来说 这种 我们称为 的横听 经常有朋友有狗饼 你的阳台 是长 但是 窄 但是这个的不同在哪里呢 它是狐老土的 有一边是大的 好啦 立即出来 可能大家听到 这个要猜一下 好的地方是什么呢 首先第一个就是 大家要留意发现 我们外面 客厅出来的露台的位置 的重心 是足够深的 而在这一边的尺寸 大家的镜头慢慢过来 做了一个我们餐桌的位置 为什么呢 因为 就正如这里所说的 一张狐老桌的位置 这一边 适合我们真的 好像这样 擺放 做一个自己不同的 回客的区域 例如 有家来朋友 假如是先生 吃烟的 太太不喜欢吃烟的 我可以和朋友 在这一边 做一个位置 去进行 聊天 还有大家要留意 我们99平和104平 都是单边湖 假如买到 漂亮的楼层 还有美景 以后要不要下家喝东西 上来我家 美景 喝美景 我们很多 客户 都在以前 简单位的时候 都提过一种愿望 就是 到时在露台 我不封露台 我在这里喝茶 其实很窄的 露台喝茶 我们会坐得很逼劫 这种我们叫胡老吐 有大有小的露台来说 真的可以满足到 看到我们 起码可以并排坐四个成年人 那边两个 这边两个 可以真正满足到一些 喜欢喝茶 或者喝咖啡 想看书 有一个自己静悲空间的朋友 这里可以帮助你 而且我喜欢它的大小区分 是什么呢 视觉上 就帮你做了功能区分 大家一进入这个露台 很自然 不会是一个长露台 你特意像铐生 劏开构 做了一个 一个区域 会有一个不顺畅的 这个感觉 没错 这个露台 我就觉得 这个弯空生成是哪里 这个横听户型的产品来说 很值得大家关注的一个卖店 没错 同时 其实也看到我们的示范单位 现时 真的相当之多人 我们就透过这个露台 进入到我们的房间 才来感受一下 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其中的一间书房 就是连接我们的露台 外面就是我们进入到 我们正区的部分 这个书房 其实 作为一间客房来说 我觉得是没问题的 是的 其实 这次做的这个 可以在阳台对接的房间来说 作为成年人的睡房来说 只可以够放一间单人房 但是如果 做studio 好像他那样 放置上一个雪茄室 书房 因为他真的 对接到这个外面的大露台 功能性会强了很多 我可以任君选择 作为业主来说 我的选择性多了 不用局限于我们香港 一间睡房 就一定要用来训练 我觉得是对大家的 在事业上 太局限了 没错 其实很多现在的朋友 买四房的单位 也是考虑到 我不一定要住这么多人 但是 因为我的兴趣外很多 我希望有多些 不同的功能分区 给我使用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在片头说的 功能性的大与面积 没错 好了 其实出发回来 有人想赞赞这个 横厅的户型 就是我们刚才已经有说过了 横厅通常来说 将我们的走道 让给我们的客厅 所以其实 在房间的丝密性上 他不高 但是这个横厅 很特别 大家出来看看 其实 真正要从我们的 洞区 进入到我们的正区 依然都是 大约有 两米左右的 走道的部分 假如大家 是不喜欢私密的空间 被人探险的话 那我们可以 其实在电视背景场 连伸做到这一边 做一个一体式的隐藏门 然后再进入到我们的房间 这个想法 我觉得真的不错 好 其实我们这里 原来别有洞天的 这个99平方 再次认证着 我们刚刚所说的 功能性大于使用空间 我们现在的过程推行 就是我们的三骸政策 以下已经是不够用的 原先我们这个单位 交付给大家的时候 中间是有一幅墙 没错 把两个本身是 各自单独 单独的房间 变成了一个 两个小朋友 一个私密的小空间 是的 我可以同时 教着我的女儿 和我的儿子 做功课之余 也可以同时 在这个位置坐着 讲故事 在哄两边睡觉 不用哄完你哄你 喂 逮捕啦 Leslie 我有一个新的想法 就是生两个 我就 我搞不成了 真心话 跟各位观众说 我一个小朋友 其实这个设计我会很喜欢的 为什么呢 我直接把一个位置 造成是我的玩具房 未生小朋友 你们都知道 执玩具 执到我天天都头晕 这间房作为他玩的 那个房作为他的睡房 整个空间提供给他 你说多正 对吗 小朋友看到也觉得正 是的 没错 而这两个房间加起来 就是我们两个 北面的一个小房 是 除了我们一个 北面的两个房间之外 我们看看我们的一个厕所的位置 好 我们来看看客户的部分 同样 亦都可以看到 我们使用美国屏幕的升盘 包括我们的这个标准交标 这个厕所 这个厕所是很好用的 因为 为什么很用呢 当然 假如是我们 好像我们刚才所设想那样 我不一定住那么多人 我做更加多的功能区的话 我觉得这个飘窗台 不一定是很适合 但是假设 我有四房 我又可以满足我父母 时不时来度假 又不是我小朋友 父母有时年纪大了 其实洗澡有这个 飘窗台 真是好用 是的 我们很多朋友会问 大哥 为什么我们这些楼 喜欢在这里做飘窗 我说宋身粮全部都是水 其实Leslie所提到的 其实是有一定的市场需求 我们接触过很多开发商 都探考过这个问题 其实开发商 它建这个楼 肯定要和人机关系 一定要合理 要知道市场的喜好和需求 经过我们很多的报道 就是很多老人家 以前坐着一些洗凳洗澡 洗澡 因为老人家坐太低 坐了太久 都会不足 就站不下 就躲下了 于是我们就设计了一个 比较适合的一个高度 让老人家坐着洗澡 这个坐着的幅度来说 膝头高 这个弯位 是不会低于我正常坐姿 很舒服的 大家不要觉得 飘窗台 经常看视频的朋友 已经看出这个心得了 它的高度 大家都已经摸尽了 什么叫有心无心 有些飘窗台 我送你赠送面 谁知道我坐下去是这样的 是 这些大家可以看到 是一个很自然的坐姿 是真是为了 我们日常使用的时候 帮大家去考虑 没错 如果更加需要多些 保障的朋友 可以买 650mm的grab bar 装在这些扶手 老人家一撑就可以起床 没错 或许我们父母 帮小朋友婴儿洗澡的时候 我们的洗澡盘 对 没错 我也是在这个地方可以进行一些 换洗 就比较方便 所以这个 的确是现在新兴代的 开博商 有认真考虑过的问题 没错 曼科作为这个内容的房企 如今甚至乎是 我们房企品牌的第一位 其实在 起楼方面 设计回应方面 真是有心事 最后是一个 算是一个套间 这个套间来说 是1.5房的设计 有点特别 大哥 它可以做一个南北通 预计了你要放一个 衣服间 这样我们去看 大家要知道 这是99平方的单位 我们要知道 现时在售的106 还会大一点 但是 依然到 惊叹与万科 今次在 匯营实用上的表现 99平方 4房 南北通 还可以做一个 医务间 医务间 是真的 大家来看看 好像他这样 做一个L字形的 我们的衣柜 然后 在这边的位置 甚至我们的女士 还可以放一张梳妆台 没错 而这边的位置 就形成了一个 独立的医务间 是的 因为现在真的很流行 直接把这里 有一个隐形门板 封给它 正常你暗开了之后 就是一个单独的 换衣的通道 一个空间给你 虽然 看的真的很小 但是 你一间房 如果要有合理的收担 一定会有一些 衣柜的位置 这里我认为 是一个很好的 摆位 假如大家在看的 在130平方的单位 这件事 没什么要赚 大家想想 99 总价 200万 可能有些 都没有 没错 看回套刺方面 其实跟我们的客户 没有太大区别 但是在我们的飘窗台的位置 就用了一个全尺寸的尺寸 当然 我都抵赚它 更加好用 是的 这个厕材的尺寸来说 比一般的套刺都需要大 而我们看回 实用的空间里 我看到Leslie 站的位置 是可以放六尺床的 米八成两米的大床 依然 是很精湛的 实用率 可以保持到3V落座的状态 没错 这件事我真的很抵赚 因为我们其实很多的客户朋友 有和我们提议过 就是说 喂 Leslie 这里你们和开发商那么熟 有没有机会和这个开发商说 主人房的飘窗台 要来没什么用 好鸡 当然我还没有那么大的本事 但是 慢科已经读懂了大家的心思 其实主人房很多时候 放一个飘窗台 真的不一定用得上 因为很多时候 现在作为我们的客户群体 会将睡房和客厅的功能 是完全区分开 因为如今的现代人睡眠不好 假如我不是想睡觉 进入到房间的时候 很容易一绿绿绿一个晚上 这一种设计 给到我一种 完全舒适的睡眠的感觉 我觉得 是我喜欢的感觉 亦都是现在如今 我们这个年龄层的客户群体 喜欢的感觉 没错 所以说 为什么我来之前 第一次参观之前 Leslie跟我说 这个楼盘 尤其是针对一些 细面积的设计 非常有心思 我想 其实它的主要面向人群 都主要是这些 细细的单位座 没错 大家会看到 在这个客户的形成 和组合来说 一定要和大家好好分析一下 为什么这个盘 无论大家是考虑未来 我自己退休 又或者是我作为投资 它的价值的所在点在哪里 我们很少 通常来说 我们看完的盘 看了就看了 因为我们看了很多的楼盘 不一定有太多的东西 速动我们 而这个楼盘 看完的示范单位 一定要和大家分享一下 到底 我们看了这个项目 现在是第2集了 有什么感受 想分享给大家 对了 所以我们接下来第3集 就会告诉大家 这个项目 什么单位是主流 什么单位买得最好 还有 到底是什么人 买这些单位 来做什么 没错 这件事 就适合大家 像这种 地理位置那么优异 投资升值潜力 非常强的地段来说 我们为什么 告诉大家 要买这些不足的原因 特别是下集 对了 下集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初音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